纵观整个娱乐圈,多少功成名就的男明星面对着说迷的浮光绿影,灯红酒绿曾把持不住,要么匪文不断,要么直接被实锤,他们大多都需要为自己的欲望付出代价,结局基本都是家庭破裂,民生净毁。 不过在众多男情之中也有一部分男演员,他们无论路过多少盘斯洞,经历过多少妖精的诱惑,依然做到了万花丛中过,片也不沾身。 他们没有绯闻,不出轨,不烂情,个个清白干净,堪称男演员中的清流颇有风骨。 1.张家辉 如果评选演艺圈大戏晚成的男演员,张家辉必然会上榜。 张家辉从1989年开始跑龙套,常常饰演一些挨打的角色,还被送过外号挨打男。 直到1995年才获得签约TVB的机会,后来虽然也参与了王精的一些电影,合作了周星驰、刘德华、陈百祥等一众大牌艺人,但一直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成功。 直到2009年,张家辉才终于凭借证人中的出色演技,拿下了人生中第一个金像奖影帝奖杯,最后又陆续获得了七个影帝。 20年磨一剑,张家辉终于向所有人证明了他自己,事业期间的人生低谷,全靠妻子关永和的陪伴才能够坚持下来。 关永和比张家辉成名早,当他还在辛苦跑龙套时,关永和已经成为TVB当红夸蛋。 《拖枪师姐》、《河东师后》、《苗翠红》、《最大金枝》等作品皆是经典,他也一度被誉为港剧天后。 张家辉跟他恋爱时一直不被外界看好,甚至被冲作软饭男,但关永和从来不在意外界的看法,他认定了张家辉这个人,并顶着各种压力嫁给了这个配不上自己的穷小子。 期间还替他照顾病重的大姐,不断鼓励他,支持他的演艺事业,甚至还在事业巅峰期回归家庭,全力做张家辉背后的女人。 张家辉彻底成名后,并没有忘记关永和的付出,他将一切功劳都归功于太太关永和。 他曾当众表示,太太是我在娱乐圈最大的收获。 二人将近30年,结婚近19年,张家辉一直独宠关永和,没戏拍的时候便会陪伴在妻子身边,从未有过绯闻。 二,张学友,1984年张学友参加全港18区业余歌唱比赛,凭借一首《大地恩情》夺得冠军,签约保利金正式出道。 他的成名之路相对顺利,之后的几年里,相继拿下了十大竞歌金曲奖,最有前途新人奖等多项大奖,一时间风头无两。 但是风光来得快,去得也快,从第三张传辑开始,他的人气一片不如一天,巨大的落差让他失去信心,还染上了酗酒的毛病。 甚至曾传出醉酒大闹梅艳芳生日会的传闻,公众形象一跌再跌。 眼看就要跌入人生谷底时,是罗美威将他拉了上来。 罗美威比他出道早,张学友刚入行时,罗美威就已经与黄百民、袁杰英出演了《开心鬼》, 还和张曼玉、刘嘉玲、钟楚红并称香港最有前途的女演员。 拍摄出新的我时,罗美威跟展露头角的张学友相识,随后便在命运的安排下走到了一起。 当时外界对他们的感情也是一片反对之声,认为张学友配不上罗美威。 但罗美威认定了张学友,不过所有人的反对毅然决然跟他走到一起, 并在张学友事业低谷时,想尽办法让他振作。 那时候张学友经常酗酒,动不动还乱发脾气摔东西,罗美威一边哭一边安慰他, 我只想听你唱歌,我希望你能一直唱下去,唱给喜欢你的人听。 后来他用分手来唤起张学友的清醒,让他戒掉了酒,重新准作起来。 如今我们都说,唱遍情歌的张学友一生只愿爱一人, 那是因为他深知罗美威对他的付出,支持和陪伴,也许就不会有如今的歌神。 很多人应该都听过,罗美威有非常严重的洁癖, 甚至在三年内更换了二十名佣人。 张学友对他百般理解,只要有空就会在家帮他做家务,打扫卫生。 他说,接任何工作都是以家庭为主,如果需要离开家里超半个月,我就推掉。 如今张学友和罗美威已经相恋三十六年,结婚二十六年, 两个人依旧幸福恩爱。 张学友作为四打天王之一,没有什么绯闻,是众所周知的宠奇好男人。 三,梁家辉,现在提到梁家辉,我们都会想到千灭影帝, 实力派老戏骨,爱国艺人等各种称号, 可谁又能想到他二十六岁那年到底有多惨。 先是凭借一部作品成为影帝,还没来得及高兴, 就因为当时的市场环境被封杀,可谓是从云端跌落低谷。 无戏可拍的他只能去夜市摆摊,还要时刻提防被抓, 那是他人生最黑暗的时期。 好在江嘉年不顾封杀令,义无反顾的邀请他参与广播剧录制, 梁家辉回忆说,这个女人是香港唯一敢给我工作的人, 没有她的勇气,也就没有我的事业。 生活上二人也日久生情走到了一起, 后来即便是梁家辉身上只有八千港币的情况下, 江嘉年依然选择嫁给了这个只交往了半年的男人, 无怨无悔。 江嘉年有一段时间因为身体原因, 服用了大量含激素的药物,导致身材变得臃肿, 面容憔悴,以至于外界甚至嘲讽他们不似夫妻更像母子。 面对一些恶毒之虚,梁家辉第一时间出面维护妻子, 我太太年轻时是个漂亮的女孩, 现在她在我心中越来越美了。 在梁家辉心中,江嘉年永远是最美的女人, 她曾发过誓今生一定让他们母女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 如今二人已经结婚35年, 梁家辉从来没有传过任何绯闻, 只要在外地拍戏,必定会带上自己的妻子。 偶尔有网友拍到他们的照片, 你也能依然看到,无论走到哪里, 梁家辉总是紧紧牵着江嘉年的手,不离不弃。 四,钟翰良。 钟翰良一直是大家心目中的动力男神, 这些年搭档的女主角一个比一个小, 但她总能演出甜蜜的CP感, 看上去毫无年龄差,深受观众喜爱。 不过这么帅的钟翰良很早之前就已经被爆出隐婚, 女方身份也被扒, 是她的服装造型师谢益华。 有媒体放出一段在横店跟拍钟翰良的视频, 拍到她传闻中的妻子秘密探班,很恩爱。 画面中,钟翰良头戴黑色棒球帽, 身穿黑衣黑裤,低调从餐馆走出, 上周后直接离开, 全程速度很快, 大概是不想被人看到。 没过多久, 谢益华也从这家餐厅出来, 扎扎低脉尾,同样是一身黑衣, 两人像是情侣装。 她和另外两人一起上了一辆车, 与钟翰良分开走,保密措施到位。 从照片上看,谢益华大长腿纤细笔直, 身材不错。 第二天,媒体继续跟拍, 发现钟翰良带着谢益华以及同事一同外出吃饭。 谢益华走在前面, 钟翰良跟着她, 两人在水果店门口分开, 钟翰良还举手挥了挥, 像是示意自己先走, 保镖陪同谢益华进店飘水果。 钟翰良将车停到水果店前, 在车上等着, 直到谢益华买好水果, 两人才硬通离开。 尽管钟翰良这些年从来没有晒过妻子, 也没有嗅过恩爱, 但却一话低调的来红店为他探班, 买东西的时候, 钟翰良更安排保镖, 全程陪同, 老人之间还是十分甜蜜的。 钟翰良一直在保护着自己的妻子, 使他不受外界的打扰, 也是娱乐圈不可多得的好男人了。 今天就到这里啦, 明天见, 悠悠们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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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